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模块的定义 也就是说 今天咱们用Luby语言来定义模块 但是这个模块的概念 不仅仅是Luby中才有 VB中也有模块的概念 当然这不是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 好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Luby模块 它其实类似于class类的概念 但是也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Luby模块的定义 好 咱们看 该如何定义模块 我这写了 首先说Luby中有一个关键字 叫做module 这是什么意思 英文就是模块的意思 那么咱们就通过 这个关键字来定义模块 怎么定义 看 module后面 跟一个name 跟一个模块名 后面加上一个n的结束 换句话说 在这个里面 就这个模块内容 对不对 那模块都有什么内容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我给您定义一个warshton 版本号 这个是外部可以存取到 同时定义一个函数V 外面能够存取到呢 不知道 一会咱们试一下 还有一个add 两个数值相加的方法 还有一个 大家请看 self点 什么什么方法 对不对 这self咱们当初在 当初在学这个LubyLay的时候 接触过 是静态方法 对不对 当时咱们学Lay的时候 如果这个方法是self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不用实力化 就能够使用的类方法 而不是实力方法 对不对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Luby的模块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功能呢 咱们试一下 好 我再往下看 下面是今天一个知识点 什么意思 叫做将微方法定义范围 定义为 这个定义范围为静态方法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这不是是个方法吗 对不对 这个方法 它是不能够被外界直接使用到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字方法 它不是静态方法 那咱们通过这个module下化线function 把这个V 这个方法定义成静态方法 也就是说模块外部可以直接访问到它 那么有朋友说 我这ADD没定义 能不能访问到 没关系 一会咱们去试一下 好 这是咱们关于这个模块定义 接下来咱们再看这关于类的定义 也是一样 我这有一个G类 base class include 它引用了base function 这个模块的所有的功能 这个和继承有点不一样 这是引用 叫做include 如果是这个类 如果是有负类 叫做继承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好 一会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base class include 这个模块 base function之后 它都具备哪些功能 好 我现在马上进个文件 咱们试一下 稍等 好 咱们试一下 咱们就叫做test ruby 回车 然后把我今天的代码内容都烤过来 好 然后我开一个控制台 咱们一起来试一下 首先说 我先打一个 执行台下 luby 空格test 回车 好 咱们一个个看 都什么意思 出来这么多.1.1.1的 是不是 好 咱们看 首先说 这是咱的模块 没有问题 然后我第一个输出是这 叫什么 base function base function 然后是冒号冒号version 什么意思 那请看 就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咱直接输出 就是这第一行 接下来 base function show version show version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字方法 这个模块 直接就可以引用 所以说 show version 当然这个字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是这个冒号冒号 一样的效果 所以也能输出 输出什么呢 请看 输出版本号 那就是这三个 前三行就干了三个事 就是这前三行 那第四行 是什么 大家请看 是put bit function v 这个案理说是不能访问 但是咱们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给它定义为 静态方法 那它就能访问了 所以它输出 第四行 0.0.1 没有问题吧 好 就这行 这行跟这行 相对 好 那咱们再往下 看归类的使用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这地方 还有add 大家请看 这add 也是模块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它能不能使用 我这打开 咱们试一下吧 这个add方法 没有像我这样 做静态输出 对不对 咱们试试 看看它是不是 模块的方法 我存盘 现在马上运行 如果能出来的话 这应该出个30 怎么样 报错了吧 它说 唯有找到 add这个方法 换句话说 它不是模块方法 好 我再把它屏蔽掉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关于类的使用 首先我打印一行 这个分割线 都是这个等于号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这个类 include了这个模块 然后我直接用这个类名 点点 version 这点点 version 不是点点 这个叫 冒号冒号version 这冒号冒号version 是这个变量 它呢 其实是这个模块的变量 但是呢 由于咱们类 在这 include了 所以咱们像模块一样 可以这么使用 输出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稍等 咱们再重新执行一下吧 就是这个 等于等于号 下面的这第一行 0.0.1 是它输出的 没有问题吧 像模块一样的使用 那么接下来 问题来了 模块有自己的self 静态方法 那这个类 能不能用呢 我既然include了你了 对不对 咱们试一下 好 我现在执行一下 哎 先看 没有这个方法 为什么 它是模块自己独占的 你include了 你include不进来 明白了吗 它是self 它是模块的自己的方法 你不能够使用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就好 好 我把它屏蔽起来 咱们试试 再试这个 点V 点V的话 咱们在这 把它定义成这个 静态方法 那么对不对 那么咱们试一试 看看它能不能出来 再试一下 够 哎 请看 也是一样 降V 这个V呢 也是未定义方法 换句话说 咱们引用类 引用类 不是这个类呢 引用模块 这模块中 虽然说有好多的属性或方法 但是呢 如果它被定义为静态的话 咱们的类呢 是不能够直接使用的 好 那咱们再看啊 我这个模块中 还有一个AD方法 刚才执行报错 对不对 因为模块不能够使用它 那类行不行 咱们看 怎么使用啊 类呢 直接使用不行 它需要实力化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呢 可以直接引用 这个模块的AD方法 10加20 就是下面咱们看到这30啊 稍等啊 我再重新打一遍 就是咱们看这30 换句话说 只要是静态方法 只要是不实力化 类直接引用方法 那么它是不能够继承模板的 但实力方法呢 通过类实力后之后 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他们的区别啊 请您记住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模块和类的关系 以及定义方法的内容啊 不知您听见没有啊 稍微内容有点多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消化 如果实在不懂的话呢 没关系 给我留言 我呢 会给您解答 然后今天这个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门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有苦有趣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